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宣示这个重新法院系统 这个向执行男宣战 这么一种决心和信心吧 疯狂男子砸车烧车砍人 是谁令他丧失理智 我又上去劝 劝之后他又打他们 打他们我就上去劝 去劝的时候他又拿刀砍我 你知道吧 砍我的时候我就弹了一下 弹了我这个 男子成功交嫌棘 想出歪招后悔不已 那又强调了这个 他背包里头有20公斤炸药 这么一个事情 一元激活游击顶单 谁知中了零环击 直接就给他发一个程序之类的 就是说要付一块钱 就是付一块钱 但是短信金额上面 显示的是他实际的金额 拍案说法即将为您讲述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拍案说法 我是吴听 2017年1月7号 签名法官全市联动 基本解决执行男 大型主题宣讲 即重大执行行动启动仪式 在全市38个区域法院 所在的商业地段进行 随后江北区人民法院 分成了六个执行小组 分别对六个典型的案例 进行了现场执行 我是江北法院 今天执行工作的一员 我姓我 这种工作人件 好 现在想要你们宣布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收查年 2016月0105日 自儿期五三号 本院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输送法第248条 自规定 发出如下收查年 自派本院执行员 王军纪登任 对北执行人 重庆博开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的主硕 及拆三英里地进行收查 这是江北区人民法院 针对重庆某装饰材料 有限公司合同一案的 执行现场 这起案子中 被执行人属于典型的 转移财产逃避执行 为维护法律权威 法院拟对其公司 采取搜查措施 进行强制执行 政协及社会各界 监督支持下 创新工作机制 有效缓解执行人 但是被执行人难找 被执行财产难寻 协助执行人难求 因执行财产难度 依然存在 执行男尚未得到根本致力 执行男一直是全国各级法院 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了进一步营造 基本解决执行男的浓厚氛围 2017年1月7号上午9点30分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在全市各区县统一时间 同步开展 签名法官全市联动 基本解决执行男大型主题宣讲 即重大执行启动仪式活动 执行队伍集结完毕 准备出发 主要是向全社会宣示 重庆法院系统 向执行男宣战 这么一种决心和信心吧 我觉得今天那个重庆市法院 搞了一场活动 对了一些老赖 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方式方法 延成老赖 当天下午12点30分 将北区人民法院 分成六个执行小组 对六个典型的案例 进行现场执行 心头还是有一种 一风天一的感觉 因为毕竟 法院的生肖盘卷 没有得到执行 北执行人 基本上也是 多数通知不到厅 或者通知了 也没有按照法院 指定的期间旅行载务 所以说我们才对 北执行人采取收场 拘留的一些抢助措施 由于北执行人 并没有在现场 江北区法院的执行人员 对被执行人的店面 进行了查封 我现在的位置 是在重庆市渝北区的 空港广场 在我的身后 就是签名法官全市联动 基本解决执行男的活动现场 那么现在的情况 到底怎么样了 我们赶紧去看一看 时间从今天开始 自2017年2月28日 至为期两个月 集中时间和经历 严格依法穷金 执行处施 综合运用 限制高消费 限制出入金 罚款 拘留 追究刑事责任等手段 有序推进 2017巡内行动的 各项工作的重点 理政员忙完成行动的 各项任务的目标 在河顿现场我们进一步了解到 有不封案款已经到位 法官将进行现场方法 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老师 你好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你们那个是发的哪个钱呢 是发的民事案件钱 我是帮我弟弟办的案子嘛 好久的事情嘛 有一年多了 被申请人呢 因为被打伤之后 然后军犯盘据 是有五千多块钱 今天呢 我们都已经执行到位了 五千多块钱呢 就把案款交付给那个申请人 钱收到那笔款子 也非常感谢你们 这次行动 是我是各级法院 对老赖们挥出的一记重拳 中国有句老话 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 那么在今天的法治社会 无视法院生效判决 鉴阅法律的行为 也终究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 如果您有老赖的 财产的一些线索 也可以拨打咱们屏幕下方出现的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 举报电话 经核查属实的人民法院 将给予您一定的奖励 不久前 在一个居民楼的楼下 一名中年男子 做出了疯狂的举动 他手拿一把砍刀 朝着两名女子和一名男子 上去就是疯狂的砍杀 事发突然所有人都傻了 看到中年男子近乎疯狂 被砍的李先生三人 挣扎着钻进车里 想要开车逃跑 可是持刀男子依旧不悟不遥 当时又下车 又下车围着这车又砍 把他灯上的路续都被砍碎了 现在挺面熟的 结果就直接开过来 去到这里一撞 也去撞那个地方 你撞了之后 他一下车的时候 紧接去拿着刀去对着我 第一个去对着我砍 马女士是当晚头一个被砍的施主 据他回忆 当时李先生开着车 拉着他和一个姐妹回家 车刚停到楼下 迎面一辆车就堵在了前面 还没等三人反应过来 从车上下来这名中年男子 手持砍刀朝着他们就砍 中年男子先砍人后杂车 似乎有满腔的怒火无处发现 就在路人还在猜测双方 究竟有何仇怨时 中年男子又做出了 更加疯狂的举动 那已经过了 过了 这身上的后白 先点 点完后座而已 跟一声前面点 此时被追砍的施主 已经躲到了超市后面 和周围的群众 一起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后来我们到现场 那看着已经一直火烧了 几长时间得差不多半个小时 枪用的一直在这灭火 民警和消防队员赶到现场后 迅速将火势控制住 但被点燃的轿车 已是面目全非 这车子应该是往北 大概有50米的位置 有一个男的 当时手里迟到 应该就是前一人 我说因为我看他有刀嘛 刀挺长的 我让他放个刀 我说他也照做了 他说我自首了 民警立即将其控制 带回了派出所 看到凶神恶煞般的男子 被民警带走了 马女士等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检查伤势后发现 中年男子用的是一把 没有开热的炖刀 再加上冬天 几个人穿的衣服后 所以并没有走了手伤 但是烧毁的车辆 还是让马女士格外的挑心 他告诉民警 那个近乎疯狂的男子 他认识 马女士今年30多岁 迟到男子其实是他的男朋友 楚某 可吓人的 有时候现在动怒 他有时候顿手打我 他去了上个月的实力 然后顿手打我 去跟他俩分手 就是分开嘛 他也同意了 马女士说 他和楚某已经相恋三年了 最近正在闹分手 案发当天 他和姐妹去逛街 买了很多东西 所以好友李先生开车 接他们回家 看见一名男子送女朋友回来 本就对女友起疑心的楚某 顿时怒火中烧 二话不说 就将李先生的车堵在了路口 然后拿着砍刀下车 就是一顿乱砍 人跑了 楚某并没有善罢甘休 他找来打火机 直接将车辆点燃 幸亏消防队员及时赶到 才没有殃及旁边的居民楼 去那个平达超市 要了个打火机 楚某今年三十岁 是一名黑车司机 据他交代说 之所以有如此举动 都是因为爱情 就感觉他会戴绿帽子今天 我今天没有抓着 他还已经生气了 楚某说案发当天 听说女友和别的男人在一起 他十分恼火 觉得自己的面子受损了 亦是冲动 做出了这种过激的行为 但他没想到 这么做 不仅没能挽回女友的心 反而亲手将自己的前途 葬送来 因爱生恨 因恨而疯狂 丧失理智 触犯刑法 小伙子糊涂啊 据了解 目前楚某因为涉嫌纵火 被当地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好 下面咱们要说的这事 发生在广西的河池 不久前一辆越野车失控以后 是连续的飘移 最后连撞五辆车 让人惊讶的是 赵世哲竟然是一名 16岁的在校高中生 前不久的一天 一辆白色汽车快速穿越超车道 余辆出驱车并驾齐驱 就在白色汽车准备超车时 车辆却突然失去了控制 静止撞向一边 巨大的撞击力 让车辆直接腾空翻转 重重地砸到了地上 有周围的群众见此情景 赶忙拨打的报警电话 民警赶到现场后 发现白色汽车的车门 全部被打开 车上也见满了血迹 周围有五辆停在路边的汽车 车遭到撞击 现场一片混乱 你走这次怎么开的 你开的 我开的什么开 你开 你开的 你开会成功 因为老师跑 正当交警了解情况时 一名姓罗的主任女子表示 自己就是驾驶白色汽车的司机 事发时他不小心错把油门 当成了刹车 这才导致事故发生 可是民警经过现场的勘测和讯问 觉得罗某所说的并不舒适 你怎么找老师 去家来 老师来的 你怎么来过来 你怎么来过来 我想听门女才的 在民警告诫罗某替人顶包 是要承担眼珠的法律后果时 罗某这才说出了实情 原来事发时驾驶白色汽车的 是罗某的儿子张某 张某今年却16岁 还是一名在校的学生 事发当晚 张某开车参加朋友的聚会 聚会结束后 张某驾车送朋友回家 可没想到半路上便出了事 在这起事故中 所幸张某和他的同学 都只是受了一些轻伤 二人目前还在医院进行治疗 警方表示 待张某伤势痊愈后 他们将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 做出相应的处罚 您看 严重的车祸 让人看得是触目惊心 是吧 我们也注意到一个细节 这个小伙子是为了在同学们面前炫耀 无证驾驶 才酿成这场事故 而他的母亲竟然站出来顶包 说车是他开的 在法治教育面前 咱们当家长的是不是也该走走心呢 说到公共安全呢 大伙都知道 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开玩笑的 可有人却偏偏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我们来看看 他到底干了一件什么样的荒唐事 男子成功交嫌疾 想出歪招 后悔不已 他又逃出自己的电话 那假装跟朋友通话 那又强调了这个 他背包里头有20公斤炸药 这么一个事情 一元激活游击订单 谁知中了零环击 直接就给他发一个程序之类的 就是说要付一块钱 就是付一块钱 但是转进金额上面 显示的是他实际的品位 裁员说法正在为您讲述 我背包里有20公斤炸药 在拥挤的公交车上 听到这样的话 相信谁都会被吓到 前不久的一天下午2点 福建厦门某公交车上 有乘客打来报警电话说 有人背着20公斤炸药上了车 警方接警后立即展开调查 背包里头有20公斤炸药 然后等到他人走到车厢后部的时候 他又掏出自己的电话 假装跟朋友通话 又强调了他背包里头有20公斤炸药 这么一个事情 正好被周围的群众听到了 群众就害怕 民警立刻对这名男子展开调查 很快便锁定了这名男子的行踪 男子试乘BRT快一线金山站前往厦门火车站 随后乘动车前往莆田方向 厦门警方立即联系了全州莆田警方 对该名男子进行调查 当时我们第一时间接到这个警警的时候 整个公安机关都很重视 特别是后来查到说 他坐了当天的动车到了莆田之后 我们沿线公安机关都通知了 都通报了这么一个情况都在找 事发后第二天男子被警方抓获 根据调查该男子姓郭 今年46岁是一家电脑公司的程序员 据郭某交代事发当天 他乘坐快一线前往厦门火车站 上车后因其携带的背包体积过大 车厢里人多拥挤 令其行动不便 郭某为了让自己顺利通过车厢 就两次谎称 背包里有20公斤炸药 实际上 郭某的背包内装的 只是笔记本电脑 换洗衣裤等生活用品 目前郭某因虚构事实 扰乱公共秩序 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7天的处罚 老话说得好 并从口入或从口出 这个阿里中这个违法人员 也是近百的人了 这个嘴上怎么就没个把门的呢 在这儿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 说话之前妥善考虑 这个满嘴抛火车实在是不靠谱啊 爱玩游戏的朋友都知道 在游戏当中有些装备呢 是需要自己花钱来买的 不过呢 在花钱买装备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双眼了 千万别中了骗子发来的木马病毒 2016年11月中旬 重庆市两江新区公安分局 鸳鸯派出所接到市民小邹的报案 称其在购买游戏装备时 遇到了骗子 游戏里面看到有广告说 卖20装备的 需要20块钱去买个装备 然后他就给对方 加对方QQ和对方联系 小邹付了25块钱之后 QQ昧称为 发货订单客服169的人 主动要求通过语音 交小邹激活订单 不久小邹就收到了客服 发来的一个链接 对方就说 在支付一块钱 就把装备卡发货 他就点击了 他们就显示了支付界面 他就把自己的支付密码 输入密码进去 对方又发了同样的链接 说可能当时有什么 支付未成功啊 或者是什么情况 又让他输入密码 连续几次支付 这个1亿元的链接之后 小邹发现 自己银行卡里 竟然损失了2万元块钱 他就问对方 从那时候把钱退给他 对方又发了一个 叫领取红包的原因 他点击之后 整个电脑就失击了 根据小邹提供的线索 警方立即展开调查 经过近20天的摸牌走法 终于锁定了嫌疑人 藏匿的地方 嫌疑人在上海 普通信区附近活动 我们就立即砍赴 上海普通信区 在上海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在上海普通信区的 一个出租房内 将这个嫌疑人捉获 发货订单 发货订单 对对对 客户号 接下去 你坐着 你不要你坐 44807418 天哪 是不是一个人在使用 是我一个人 是我一个人 还有其他人用没有 没有 就是你本人在使用 情人韩某承认了自己 对小邹实施诈骗等犯罪实施 自称的就是 游戏里面发货的客服 让那个受害者 然后联系 我之后就是问他要钱 韩某首先通过网络 联系有一项的游戏买家 待买家付款后 韩某便以激活订单为由 让对方关掉防火墙 接着发送木马病毒 直接就给他发一个程序之类的 就是说要付一块钱 就是付一块钱 但是转型金额上面 显示的是他实际的金额 受害者看到的是 一元的激活游戏订单的费用 而实际上支付的 则是嫌疑人事先设定的几千上万元 第一次是900多 第二次是5000块钱 4900 第三次好像也是 好像是一万 通常受害者在付款后 会收到银行发来的 实际扣款金额的短信 等受害者反应过来 要求退款时 韩某就会发一个链接给对方 受害者点击这个链接后 电脑便会自动死机 电脑系统要重新去装了 电脑系统 对 就是害怕警方查到 目前韩某已被公安机关 依法行事距离后 案件正在进一步 作为警方 我们可能要提醒广大市民 第一 就是在网上和陌生人 进行这种支付交易的时候 一定不能轻易点击 对方发送的链接 第二 就是在支付的时候 看到支付金额 如果银行现在一般都有提醒 就是属于链接码之类的网上支付 那么一定要看清楚 支付的具体金额是多少 第三就是在看到网上有什么 卖装备或者卖其他东西的 显示的金额明显低于市场价格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注意 1月10号是全国第31个110宣传日 市公安局在全市广泛开展了 公安110为民保安宁的主题宣传活动 2016年我是110 共受理群众报警824万余起 其中有效警情达到了472万余起 求助咨询类警情215万余起 来看一下 与前年不同的是 2016年8月我是反诈骗中心成立运行 110接报电信网络诈骗警情后 及时推送至市反诈骗中心 成功处置涉案账号1.3万余个 冻结涉案金额5000万余元 关停涉案电话号码5000个 警方表示2016年 我是110受理无效报警351万余起 约占报警总数的42.7% 错打无声甚至恶意滋扰电话 占用了110报警服务台的有效资源 严重干扰了110的正常运行 全市公安机关累计教育和处罚 恶意报警饶警人员89人 2016年6月14号 大族区群众周某 为吓唬其喜欢到网吧上网玩游戏的儿子 谎称其儿子被绑架 接警后警方立即出警处置 识破了周某的伎俩 为维护公安机关110接触警工作的 权威性严肃性 当日21时许 警方将周某抓获 周某因恶意报假警 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10日 在此警方呼吁广大市民 能够正确地拨打和使用110 让110这条生命热线 留给急需的紧急报警求助 让他们能够第一时间拨打进来 得到警方的资源救助出警 这下一条新闻也是关于民生的 咱们重庆市党道挪车96009 服务热线1月10号开通了 如车辆被党需要通知挪车的 从今天开始可直接拨打热线电话 当然这个热线为您提供24小时 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 这也是咱们重庆市公安局 之前推出的15项便民立民的服务措施之一 据统计2016年重庆市公安局 110报警服务台 共受理有效警情472万余期 其中挡道挪车类求助72万余期 96009服务热线的开通 不仅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民 还可以有效缓解110生命线的压力 让群众的紧急报警求助 得到更加高效的处置 下面我就给大家说说 这挡道挪车求助的操作流程 电话拨打96009提供挡道车辆 车牌号车型及所在位置 或者关注96009重庆市民服务 微信公众号 点击进入挪车服务页面 输入车牌号车辆类型 自动定位当前位置即可 我们在提供市民提供挡道挪车服务平台的时候 也充分保障用户 因此和信息的安全 再次我们也提醒广大市民 为了方便你我出信 请规判清晨 好 感谢收看《派案说法》 我是吴婷 明天见 《派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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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案说法》